看看钱包哦 您的五倍券有没有花完呢 今天可是最后一天 再不用掉 可就五倍券变成纪念品了 等一下来看 全台各地疫情遍地开花 确诊数字不断攀升 29号有一名长期住院的男子 确诊后不幸身亡 男子住的就是新竹这间医院 因为呼吸系统相关疾病 插管治疗了好一阵子 但因为没有家属同意书 所以迟迟没有施打疫苗 日前又刚好病情加重 21号出现染疫症状后 确诊29号抢救不治 院方也已经紧急通知家属来做处理 遗体我们也按照规定完成火化 我们去了解证明男子 并没有施打疫苗的记录 男子死亡原因是因为疫情 还是自身疾病 还要等待专家进一步认定 不过新竹疫情不只蔓延医院病患 新竹县长公馆也传出 有人员确诊消息 人员拿着消毒水上下喷洒清销 因为新竹县长公馆 一名四十多岁住卫颈PCR后确诊 紧急匡列久未接触者 县长杨文科也包括在内 27号他有身体不适的情况 那有去做快筛式阴性 但是在隔天28号又有不舒服 再去做PCR确诊 这位警在公馆担任伟安勤务 确诊消息一出县长杨文科也立刻去做PCR 30号结果出炉呈现阴性 他也已经展开三家四居家隔离 现在是自主防疫第二天 而相关行程也将由副县长戴伟出席 三新闻正好依赖一次新竹采访 戴伟山肯定值得 戴伟山首度拼连任 党内初选最后冲斥 请到前老板立委吴思瑶跨区助政 同样也是幕僚出身 请到师父出马 深耕板桥的黄淑军 由议员何博文陪同战车扫街 民间党初选民调前最后黄金周末 不论现任还是新人 全力冲刺但也有人